就是挺懵的 然后也很惊喜 要宣布速报的时候呢 我刚坐上车 他已经就是宣布完了48名 然后呢 他准备要宣布47名了 然后我还在跟我的粉丝 就是打招呼说拜拜嘛 因为要回去了 然后呢 我的粉丝也是很着急 他们就是一手拿着相机 一手拿着手机 啊 华主音 你进了 就是抬高嘛 因为那个车很高 他 华主音 你进了 就这样子 对 然后当时候就很懵 然后挺惊喜 也很开心 对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对 我们做到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的小目标 我们把它完成了 后面我们也要继续努力 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然后呢 也希望后面可以完成我的最终目标吧 Gen Z48 Top 16 进步肯定是有的 因为上一年的 就是参加总选的时候呢 还是新人吧 算然后第一次参加总选 而且出道的时间不够一年 但是今年不一样啊 今年就是想要努力地冲到前面去 嗯 满意 我的粉丝真的是太棒了 有啊 看 冲呀 当时真的特别地激动 然后还真的很感谢大家 我都差点在宿舍哭出来了 梁文林的粉丝真的超级了不起 很满意 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了我人生的方向 当时我在广州地铁上面 一直在期待着自己的名字 突然网络卡了 一下子刷新之后又跳出我的名字 没有听到主持人念到自己的名字的过程 但是还是很开心的 你们很棒 很努力 然后越来越喜欢你们了 对 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你们是最棒的 中报再冲一下 就是中间的中 再冲一下看能不能像速报一样可以竞选 今年的进步可大了 三年我没有试过任何一次报名字 报到自己 然后今年终于在书报里面听到自己的名字了 然后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那个微博上面还出现了明星动态 然后写着我第41名 就非常的有排面 当然是很满意的啦 对 好不容易进了圈 如果不满意的话怎么能行呢 对 不然粉丝努力就白费了 对 但是还可以更好 信心还是有的 更好的名次呢 就没有具体一个范围啦 就是依然是进圈 就是更好的名次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保底的 对 就是GNZ Top 16是必不可赏的 倒数48 47 46 就那些没有我的名字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 苏报这次应该不会进 只过在39名的时候我就听到自己的名字 然后有一点惊讶也不是特别惊讶 就是谢谢大家 就即使我是都很多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 大家也依然能够喜欢我 所以就很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 因为是第一年嘛 我就觉得尽力就好 就能到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因为去年总选的时候 我还没有加入GNZ Top 18 然后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总选 所以就对我来说都很新奇 挺满意的 因为第一次嘛 不能要求太多 然后本来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宿宝 结果还能进 所以已经很满意了 说有信心也有 这个名字其实还挺难的 很开心 因为拿到了比较高的名字 虽然说跟大家有沟通过 就是知道这一次 其实速报是 应该是可以进到前48名的 但是没有想到能拿到那么好的名字 非常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努力 然后为我投的每一票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加油 我希望能够保持现在这样的名字 然后一直走到最后 就单讲速报来说 我比去年进步了两倍多 不管是名字还有票数上 然后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粉丝为我投的每一票 满意 因为这是粉丝为我辛苦投来的每一票 为我得到的名字 而且比去年要进步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每年一次GNZ48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揪一下 都在期待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榜单上 然后这一次的名字非常的浅 所以我很高兴 非常的满意 我们必须要往更好的名字走哦 一直保持到最后 下到最后我们才是胜利的 我们一起努力 今年很难嘛 然后大家都在冲速报 然后就怕自己可能进不去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自己还是进去了 觉得还是很惊讶的 先说一句辛苦了 然后再说一句谢谢吧 然后再继续努力支持我 然后我一会好好加油的 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然后我也会更加努力的 因为我今年的目标其实对我 现在我来讲有点高 但是我继续努力的 然后再说一遍我的目标吧 我的目标是 保选拔 真神七 想进圈 当然有啦 我觉得我心态上进步了很多 去年真的很紧张 今年我心态好了很多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这么好心态下去 很满意 毕竟速报持刚开始的第一仗 希望接下来的两仗 我们也可以一起努力 保住现在的名次吧 当然有啦 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底气 你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很多无穷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起往更高的名次冲吧 听到一半的时候 已经心跳要停止的感觉了 就再次已经就 哦没有啊的情况下 然后后面一听 哎居然在前面还是挺开心的 我昨天已经跟他们说过啦 就是 我们是相互取暖 还有一个月嘛 一个月还是时间蛮长的 是不定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我就先不说了吧 进步的话 我觉得这次速报 跟我去年的速报票数 肯定是有进步的 满意啊 因为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还是有的 然后这种东西 就不说虚的 就是新公演要来了嘛 就是可以让大家看 修完假以后 我的各方面实力都有进步 好神奇啊 我明明休假了 但是我唱歌水平和舞蹈都进步了耶 拭目以待吧 是别人先听到我的名字 然后我的队友就 啊 零零已经速报了 然后就很高兴 然后又很惊喜 就是有点难以相信的感觉 对我的粉丝们嘛 就特别想说 嗯我们做到了 真的很感谢 喜欢我的大家 以及大家对我的支持 加油 然后稳定在GZ48的拖步16里 对比上一年的总决选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上一年的总决选 因为是刚在我出道不久嘛 所以这次能在速报中 听到自己的名字 真的很开心 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进步 就是对于这次速报的成绩呢 就是超乎了我的预想吧 就刚开始的时候 还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做到 然后得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就觉得给自己今年 已经交了一个很不错的答卷 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信心 继续向前的 就一往直前嘛 就更好那就更好 听到赖子西三个字 我感觉我是不是在幻听 一看就觉得很惊喜 想对我的粉丝说 你们辛苦了 让我觉得我应该更加自信起来 这样子才可以互相 给互相的希望 然后这样才可以 互相成为彼此的光 希望更多人来支持我吧 中报跟中报嘛 都比较 可能会比较困难对我来说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粉丝 粉丝可以来支持我 然后自己的进步就是 我觉得自己比去年的自己 唱歌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会继续加油的 对于速报的成绩 我觉得我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预料之外的成绩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我的粉丝没有放弃希望 所以我也不会放弃希望的 所以加油吧 就完成了